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 本周公布了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报告 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了31% 创10年来新低 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 以及南苏丹等国的死刑人数在增加 中国视死刑数据为国家机密 不对外公开 然而有估计认为 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居全球首位 有关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未知 请他为我们介绍未知 国际特赦这份报告显示 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 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 减少到了约690人 降至10年来的新低 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尼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 所以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这个数字的说法 只能是凭借零星的资讯和分析 国际特赦的报告说 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 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 其次是伊朗 沙特阿拉伯 越南和伊拉克 那我们来听一下尼伟平的分析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 国际社会就是40年以来 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 刊登他们的每年被判死刑的多少人 执行死刑的多少人 他们是什么罪行等等 这个基本的资料 国际法说 每个还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 都应该刊登这种类的统计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来就是 拒绝做这个事情 联合国 其他的国家 还有民间社会 就是像我们国际特赦的 那个非政府组织 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 你可以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字 中国政府就是拒绝 当今的这个全球死刑报告当中说 前所未有的涵盖了 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 那对此呢 尼伟平是这样说的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 就是是一个共产党 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 当国的国家 然后他们一直以来 也是同样拒绝给国际社会 这个死刑资料 但是去年 他们就 是他们第一次看到这种资料 所以如果越南可以公开 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 有这个能力来公开 国际上主要的共产党国家当中 除了中国以外呢 朝鲜也是不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 不过尼伟平也谈到了中国的某些改善 他是这样说的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改善 就是他们有一个最高人民发言网站 在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判决书 但是没有没有所有的判决书 只有一部分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新疆他们是进行一个 一个严打运动 然后我们一直来就是知道 在中国每次有一个严打的运动 那个死刑是严打的那个公主之一 用的死刑比较多 但是在新疆 如果你看中国政府的网站 几乎没有一个死刑案件 另外呢 2018年美国是美洲 唯一一个执行过死刑的地区 去年美国执行死刑和死刑判决数 连续第二年增加 但是仍然处于历史低位 记录在案的执行死刑人数为25人 被判死刑的人数为45人 主持人 好的 感谢未知为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